第一回合一致開箱 蔡主秘請出禮法 天冷 如果發生輕微的胸悶 要小心可能是腦中風 還是心臟疾病 請下來 楊志勳 心臟疾病 今天聊的就是心臟 答案就是心臟 那不是很無聊嗎 胸悶嘛 那腦中風有什麼現實 有什麼狀況 頭悶 胸悶就很 胸悶就心臟疾病 這腦中風就是腦悶 沒有 它有幾個症狀 什麼嘴巴歪啊 然後講話不清楚啊 然後一邊無力啊 這就是腦中風 然後笑的時候歪一邊嘴巴 對 這就是腦中風 對 就是六個症狀 那發現這個多久之內 如果注意到的話 就應該不會有問題 以前現在是 現在有去取栓 那是兩個小時 現在延長到2.5個小時 就是你盡快把血栓吸出來的話 它腦部可以恢復得很好 輕微的胸悶 是腦中風還是心臟疾病 請揭曉 恭喜大家 送氛送財 熱身 熱身 隨便稍微補充一下就好了 來 好 如果是腦中風的患者 通常在腦中風真的會發作之前 你可能會勝利模糊啊 然後臉部覺得發麻 口齒變得不輕 這個時候呢 很要小心 可能會是腦中風的前兆 那倘若呢 是心肌梗塞的患者 其實在發作前一個月 就開始會出現了 會覺得胸悶啊 不舒服啊 然後想嘔吐啊 然後甚至呢 會有一些呢 這個頭痛啊 呼吸困難等相關的症狀出來 那就要進宿就醫了 那就要進宿就醫了 準備 首先開箱 請選擇 七樓之六好了 七樓之六 你們的帳單都在裡面 你知道嗎 第一個會不會就弄到帳單 不要撞到我自己 準備開箱 恭喜 不用在那邊講的 恭喜事實上得意的不得了 沒有 這真的覺得好棒喔 就是很棒 謝謝你 謝謝醫生 Good job 因為第一年我認識了 超過二十年 他看笑話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別這麼說 但是我們那種一半的箱子呢 都在一萬塊以下 第一回合要的是大家的感受 還有再試一下自己的運氣 還有手的速度 OK 請出 下一題 大拇指向掌心彎曲之後 隆起的肌肉 若是青澀的血管太多 代表你的運動量不夠 還是心臟功能好啊 請講大 你搶頭啊 我的天啊 大拇指向掌心彎曲 融起了這個肌肉 血管太多 青澀 如果青澀太多 是運動量不夠 還是心臟功能好 我覺得運動量不夠 不夠 不過才會變青澀的嘛 是吧 Yup 請請講 你搭答了耶 爸爸不用來了耶 爸爸不用來了 爸爸已經找不到他了爸爸 這就解釋一下 對 好 那我們大拇指呢 像我們的掌心彎曲 這邊會有一塊隆起的地方 它叫做大魚劑 那如果在大魚劑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它青澀的血管 青紫色的這個血管 是比較多 如果是年輕人的話 代表你勞心過度 如果是中年以後的人 那就代表說你的心臟 可能並不是太好 那如果是一般來講的話 也可能是運動量不足 才會造成青澀的血管 是比較多的 要珍惜 加油 我很珍惜 這個是妳唯一選性箱 該性箱的機會 真的 來 OK 我要選 六號之六 六樓之六啦 六號之六 六樓之六 六樓之六 對 準備開箱 三 一萬 我可以走嗎 十倍耶 妳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嗎 對 六樓 如果妳今天贏的話 我再送妳獎品 什麼獎品 真的 我再送 我一定送 真的嗎 我會待會大家面說 待會兒我不會私底下送 如果你贏的話 請出下一題 請問 看到喜歡的人時候 會心跳加速 就是因為胰島素 還是腎上腺素釋放 請上來 楊子君 腎上腺素 這不是送分送彩 請介紹 都回答簡單 好 當我們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你看到他 不僅體內的多巴胺會分泌 讓你有一種興奮愉悅的感覺 同時正腎上腺素也會增加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整個人 會處於一個比較 亢奮的狀態 然後你就會覺得 因為太亢奮了 就吃不太下 也會有種失眠的感覺 因此這也是為什麼 當我們墜入愛河 你就會覺得 對他茶不思飯不想 然後常常睡不著都在想他 小路亂撞 都是因為正腎上腺素 正在激發 正...正腎上腺素 它有負正上腺素嗎 腎上腺素是讓心跳加快 OK 正腎上腺素是讓血管收縮 這兩個影響的地方不同 來 志君哥 請選擇 七樓之一 七樓之一 準備開箱 謝謝 謝謝 再出下一題 平時多補充海帶 還是確實可以有效地改善 心率不整的狀況 請下答 邱以太 邱以太 我的答案是海帶 對 海帶 猜的嘛對不對 因為其實聽起來就吃多了 不健康 是海帶嗎 請揭曉 各位好 其實我們平常在飲食當中 攝取有鎂跟假的這些食物 都是能夠去平衡改 那也可以更幫助我們的心臟的健康 那哪一些食物裡頭 含有美跟假呢 含美的食物就包含了 豆類 荷果 脈膚 那含假的東西當然就有 香蕉 芭樂 葡萄乾 以及海帶和牛肉等等 邱以太 請選擇 五樓之五 五樓之五 準備開箱 我的帳單 我的帳單 好 好 很好 現在目前已經有三戶脫平了 另外三戶要加油 各位 請出下一題 造成靜脈曲張的原因 可能是血管半膜關不緊 還是關太緊 請選擇 丁曉妮 我覺得就是 就是那個 關不緊 靜脈曲張是因為血管半膜關不緊 對 因為我自己有一點點那個 心臟有點關不緊的問題 然後我有一點點那個靜脈曲張 心臟半膜必所不全 對 那個百分之七十六七十以上的人都有 對 沒錯吧 對 對啊 那都有啊 靜脈也有半膜 靜脈也有半膜 不是有動脈而已 腿的靜脈有半膜 那個佔久了壞掉就會靜脈曲張 請揭曉 你猜得好耶 好 其實呢 當這個 我們的靜脈半膜關不緊的時候 血液就會倒流 那這個時候 血管的壓力就會過大 所以這個靜脈的血管 它就會開始往外去膨脹 甚至會曲張 那它就會呈現出這個 看起來並不是很好看的樣子 漂亮 來 好 我要七樓之四 七樓之四 四的 準備開箱 多少勒 多少勒 兩千 謝謝 很好耶 很顯得失望 你剛剛一切他怎麼恭喜你的 很好啊 幹得好 幹得好啊 再出下一題 補充維生素B群時 如果同時飲用咖啡 會使人更加提神 還是更加疲勞 請搶答 休以太 更加提神 請揭曉 好 咖啡因它會增加血液循環 那我們吃B群的時候 的確也會讓我們的經常好像變好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在喝咖啡 不是更有提神的效果嗎 但是呢 因為B群是水溶性的 所以它很容易呢 在你喝咖啡進去之後呢 它也會隨之流失 所以因此啊 如果你喝了咖啡 你又要吃B群的話 兩者之間 最好至少間隔三十分鐘 到一個小時 請出下一題 盤腿座與翹腳 哪一個動作長時間做的話 對關節的傷害更大 請上 這是我的題目啊 翹腳 盤腿座不是壓得更緊嗎 翹腳還比較鬆耶 可是因為翹腳它會影響到 是你髖關節啊 那盤腿沒有影響到髖關節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 盤腿會影響到髖關節 只會影響到你的肌肉 對 因為如果說當你肌肉不夠鬆的話 你根本沒辦法盤腿啊 對 你髖關節兩側肌肉不夠鬆 你沒辦法盤腿啊 但是翹腳的話 是肯定會影響到你的關節 請介紹 好 盤腿的時候喔 因為我們的腳等於呢 它是往內縮 然後是九十度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等於是兩倍 翹腳的這樣的一個壓力 對我們的髖關節來講呢 它的確要承受了比較大的壓力 同時也會壓附到我們的脊椎啊 然後腱椎啊 以及腰部的肌肉 所以的確是會造成比較大的負擔 好 請出下一題 不少人減重時會選擇吃魚肉 但應該要避免使用太多秋刀魚 還是香魚 才不會功虧一堆 請下來 冰曉 妳手腳好快喔 是的 剩下41秒了 手腳一定要快 秋刀魚 秋刀魚 香魚很肥美啊 可是因為秋刀它油脂很高啊 秋刀魚超油的 它就是油脂 然後旁邊就哇油滋滋的 是秋刀魚嗎 請接著 是不是 好 那其實呢 大家會覺得說 這魚肉啊 是白肉啊 照理說吃了不會發胖 但是有一些魚它的油脂含量 真的特別多 比如說呢 像是秋刀魚啊 鮭魚啊 鱈魚啊 鱈魚啊 這一些呢 還有虱目魚啊 所以呢 其實在挑選魚種 是一個要點 而另外呢 魚的部位也是 像是呢 如果是要魚皮跟魚露的部分 它的脂肪含量 也是比較多的 再選擇你的智慧心理 來 五樓之三 準備開香肉 有千 六千元 有一點起色 太好了 還有兩位 兩位住戶 這兩位住戶 你可以跟我們一起玩 好不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會感受一下這個速度 再出下一題 中醫的六斜 是指自然環境變化 導致生病的因子 其中包含了火鞋 還是水鞋 請上答 丁玲怎麼那麼準啊 怎麼回事啊 來出發 我覺得 我覺得是 水鞋 妳為什麼不是在火鞋 因為我剛才出來的時候 我就是用那個 水之呼吸 所以我覺得 剛好這個 水鞋嘛 看到火鞋跟水鞋 所以就應該是水鞋 鬼滅之刃 水之呼吸 妳沒有發現是水之呼吸的那個 對啊 好... 謝謝... 請介紹 答得很好耶 她演了半天 好 雖然界中有六氣 就分別是 他們是稱之為六氣 是六種氣候的狀態 但是當氣候更極端 然後超過了我們的人體 可以負荷的範圍的時候 所以六氣就會變成六血 那當中不就有一個火嗎 所以就是火鞋 那當這個火鞋出現在我們的身體 當中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些高熱啊 面紅啊 舌苔發黃啊 等這類的症狀 二十三秒了 各位 可能剩兩題囉 各位 加油... 謝謝主理 韓劇中常看見 猜燒酒瓶蓋上的數字遊戲 請問這個上面的數字 是製造的月份 還是生產模具的編號 請下答 蔡宋恩脫屏了 來 最後是生產模具編號 你有喝喝燒酒嗎 沒有 我不喝酒 你不喝酒呢 對 我不喝酒 你猜模具編號 請揭曉 歡迎 好 還有我的酒類工廠呢 他們都有不一樣的生產線喔 像是呢 在這個燒酒的部分呢 它是有五十條的生產線 所以呢 它做出來的這個 不一樣的生產線的酒 上面就會有它的這個 生產線的編號 一到五十 啤酒呢 則是一到二十 那到底為什麼要有編號呢 因為一旦喔 任何一個上面的編號的酒 它出了問題了 它就比較好循現 去把同一批都回收回來 來 準備脫皮 好選八樓之六 你看就是有帳單的感覺 準備開箱 一萬六 第一名 這麼厲害 你怎麼會這樣 直接超越大家 你要祝福人家 五百耶 做不到 五百耶 你剛剛怎麼樣對楊醫師的 要得一千 好 請出這裡 糖尿病患者要小心 周邊神經病變 容易造成肢體末梢感到刺痛 還是騷擾 請搶答 你沒搶到 子君 我 我啊 對 刺痛 請揭曉 好 就是呢 這裡如果有糖尿病的話 它的周邊的神經呢 可能就會出現 麻刺痛熱無 沒有感覺的 這類的一些症狀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有這一些的症狀的話 可能就要去測一下 這裡的空腹血糖跟糖化血色素 那是不是有超標的一個情況了 來 選擇一下 最後一個選擇 六樓之二 六樓之二 我們帳單 六樓之二 準備看一下 帳單 誰來的 誰來的 蔡松恩的帳單 蔡醫師應該買很貴的喔 買的跟太太放鬆時候喝的紅白酒 你開的這一瓶要喝一個禮拜啊 沒有 大概一瓶喝一天而已啊 他大概很會喝 你太太 你太太希望你這樣講他嗎 應該是還好 他其實比較會怎樣 對 他很會喝啊 五千六百四十元 買的稍微好一點喔 沒有 不會 我們都買便宜的啦 因為他天天喝 喝貴了會破產 對 報告一下大家的成績 楊思勳 楊醫師 兩千三百六十元 蔡松恩 從我們其妙一提就 一萬六千元 佩訓 淡薄名利 重新開始 繼續加工 她竟然也有 秋雨太忙了半天 七千元 叮嚀更忙 八千五百元 最高的兩個人 Angie 蔡松恩 掌聲鼓勵 這場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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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